从去年开始吧 小金刚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在市场上争议特别大 这个关键词就是嫁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很多玩家会追逐 从前的那种原汁原味的生长环境的那种 那种菩提子那种金刚 但是从近一两年开始吧 市场上涌入了许多这种 算是嫁接的这种品种吧 起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至于说这个东西好不好 可能说从它的外形 从它的纹路上来说 确实超越了之前的品种 但是对于 这个东西自身的密度来讲 其实还是蛮差的 按照我们来说 就是通常来讲 就是密度差一般是不沉水 也就是你把这个金刚 把它的果肉剥离开之后 直接把它这个 这个子放到盆里 或者放到盆水的杯子里 它是不会往下沉的 而原生的基本上是直接就会下去的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